今天是黑暗祭坛第一站 拿下这一站 我们的士气就会提高 没有想到敌人已经抵达现场 我们来看看敌人的阵营到底有多少人 目前距离开场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敌人已经按部就班的抵达现场了 我们跟随着队伍前往他们的关卡前面 看到他们的关卡 哇哦 怕死人咧 我的手机卡着咧 破开 沿着这条路线可以看到敌人前往的目的地呢 就是我方阵营的领土前面 干尼娘咧还在卡 就逼我开X模式就对了 开啦开啦给你啦 干尼娘咧 黑暗祭坛就是展现你们联盟活跃度的时候啦 不过目前敌方是在我方的关卡 前面这个有一点危险的 有可能我们无法抵达黑暗祭坛中心 还是跟往常一样 现在目前看到地图上比较多的 依然还是步兵居多 不过还是有一些骑兵 还是有一些公兵的 不过我看到圆异精了 啊我最喜欢看这种强奸现场 强奸去快点 强奸去强奸去强奔去 哈哈哈哈 你擦啊你擦啊 你都要干日啊 真是行不到咧 干到我坏着你一个 哈哈哈哈 受死了你 哈哈哈哈 哦这边已经看到有人带阿曼尼出来了 因为阿曼尼她的轮盘 其实才刚出现不久 能够带她出来的人其实也不多 我今天尽量争取拿到她的报告 如果可以拿到的话 我就分享给大家看她的野战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oh no 阿尔特米被人家围攻了 哇这边这边 我看错嘛 三个项羽在这里 不对 现在是两个关羽 两个项羽在打着她 哇 鱼之战啊 真的是 我有看错嘛 这个是孔雀来的哦 哇 腿少爷 你这么牛逼啊 带孔雀出来 厉害哦 哇 而且她孔雀还是搭配里程轨 哇 牛逼 牛逼 哇 我这个腿少爷真英勇啊 孔雀搭配里程轨 就这样子冲去前面 哇 这么大块肉 敌人还不快去吃 哇 很难得看到孔雀 而且还是搭配里程轨 你们不吃真的是愧对父母啊 哎呦 居然给她跑掉了 这样子都可以跑掉 我不信 我看她的血会不会断掉 剩下两万罢了 快点 哦 死掉了 哈哈哈哈 又来多一个铁木 真的她讲 不可以 我的孔雀兄弟死了 我要陪她一起训仗 我们是相爱的 哈哈哈哈 好吧 看你这么痴情 就给你一个特写吧 铁木真 你值得拥有这个特写 再会了 兄弟 你们的爱 被我记录下来了 比较一下 到底是火正宁的人比较多呢 还是土正宁的人比较多 这个是土正宁的关卡 前面 可以看到这边的兵力呢 也是不小哦 嗯 不过因为颜色的关系呢 感觉和背景融为一体了 所以我们缩小看一下 嗯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去看一下火正宁的 哇火正宁有没有这样多人哦 我loading了 loading很久 哈哈哈哈 感觉上火正宁的人好像比较多一点 终于他们开始推前往黑暗祭坛了 可以看到这边的兵力呢 是缓缓向敌方那边推过去的 终于突破了这个山口打出去 接着他们绕到后路去包抄敌人 这里其实有两个门口 一个是在左边 一个是在右边 所以他们从后面绕过去 前后夹攻打着 敌人片甲不留 看到地图的变化 原本敌人的兵力是比较多 后来陆续加入了我防的部队 不过敌人也不是吃素的 毕竟我们看门口前面他们的部队也是蛮多的嘛 后来其他的成员们也加入这场裙癖 啊不对 加入这场战斗 不过很遗憾的就是就算到了开场 敌人还是没有办法赶着去我防 还是没有拿下这个黑暗祭坛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 明明你们只是需要带一堆兵而已 操控一堆兵而已 为什么还要挂机 既然你们要挂机 还不如上电视吧 看你们打仗打得这么辛苦 就来给你们一个特写吧 哇你们三个站着是干嘛 SHE吗 三个都站在草丛里面 哦难道是做色色的事情 哦飞龙我又找到你了 飞龙 哎呀又给你一个特写啦 你看我们真的是有缘分呢 可是他今天不是带阿提拉出来了 哇这三个SHE还在这边呢 你们还不走啊 还在那边干嘛 还在那边挂机哦 等一下 这个 这个不是那个 为世界带来光芒的男人吗 啊 他出现了 他要再次为世界带来光明了 他会引领我们打下黑暗集团吗 又看到一个不同版本的SHE在那边偷偷打架 哦后面又加了一个进来 他们讲我不是SHE 我们是飞龙海 可是他们这个团体结合不久就解散了 你看这个项羽逃跑了 只留下两个寂寞的人 一个关羽 一个阿尔特米 可是这个关羽已经命不久已了 阿尔特米在吉利救他 可是还是回天乏术了 你看那个阿迪拉笑得多么猥亵 就知道这块肉真好吃了 然而那个阿尔特米还躲在石头后面 他说为所发育别浪 要偷偷趁机打他们的喀称 看到没有 正所谓兵不厌诈 跳矿才是真正的打法 You know 不过夜路走得多 还是会有一天扑盖的 敌人跟他撞在同一个矿上面啊 敌人来个拳后包抄攻打阿尔特米 看你还要不要调皮 还玩跳矿 又来啦 我又看到你啦 腿少爷 还是带孔雀出来 你真的是不怕喜呢 好吧 既然已经知道你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 我就用这短短的几秒钟帮你录下来吧 让大家见证你最辉煌的时刻 虽然你脆皮 但是你永远不会服输 在这边奉劝各位 生命是很短暂的 请珍惜你们的生命 不要学腿少爷 一路好走 腿少爷 我们会记得你的 哇这个人人在干嘛 27万的兵都好意思带出来哦 不怕死哦 黑暗祭坛至少打三个小时 两到三个小时 你开个高阔边不会怎样的吧 孩子 没关系 我们就看他怎样死 他的亚利桑大出去 OK 这个时候开始算起 当他出去的时候呢 就有看到整个地图上都是敌人的追击兵比较多 然后他就撤退了 不过他撤退的时候 依然还是遇到可怕的阿提拉 阿提拉追着他来打 就算亚利桑大有加速 但是也是跑不过欺兵的速度 一直被敌方的欺兵穷追猛打 直到打到血 剩下一半 甚至变成黄色为止 那么我就看了这个时间呢 前后一分钟 他才逃脱 那么他也是从开打到现在逃回家 赶紧花了一分钟就黄血了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带27万兵出来 你好意思啊 真是 你看盟主就叫你们不要站着不动啦 快点啦 动起来呀 打架啊 为什么要挂机呀 孩子们 黑暗鸡堂正式开启 接近一个小时左右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敌方的兵是越来越少了 在黑暗鸡堂的兵比较少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关卡前面的依然还是有很多部队的 至于我方的情况呢 可以看到这边兵力呢 反而还少一点点 难道是颜色的问题 嗯 又到了紧张的一刻 打下之后我们才可以正式拿下黑暗鸡堂 不过敌人也是很狡猾 每一次看到有怪出来的时候就马上冲进地图里面去 就是死都不要给我们拿下黑暗鸡堂就对了 他说我们拿不到 你们也休想拿到 不过最后在大家的配合之下 终于把最后一个怪打完了 并且占领了黑暗鸡堂 真的是太棒了 虽然已经确定我方是拿下黑暗鸡堂 但是敌人还是一直不断的派兵进来骚扰 这里呢我就拿到阿曼尼的报告啦 阿曼尼搭配阿尔特米的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他的野战打的是怎样 因为这边只是操控一堆兵而已啊 所以比较容易去操控 你们可以大概看到实体战斗是怎样的样子 攻兵的争议其实还不错耶 蛮高的 打兵力差不多的步兵出来报告还可以 然后这个也是步兵这个AOE少到的 接着还是打步兵这个报告就有赚 然后凯撒跟西德这个不用看了肯定是亏的 哈拉尔搭配亚历山大这个报告也是赚的 不过这边兵力有悬殊啦 查理搭配艾塞尔也是赚 理查搭配亚历山大也是赚 不过这边兵力比较多 嗯你们可以看看哦 两个小时开放已经结束了 大家就陆续回家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 我们的英雄在帮我们断后路啊 正所谓英雄不留名 所以我要拍他们留下他们的名字 这样子他们就不是英雄了 嘿嘿嘿 这一天就平安的过去了 感谢光的继承者奥特曼的努力